七土区藏新国小校门口旁边的人行道因为年久失修 再加上行道树根生长撑破人行道 导致人行道破损凹凸不平影响学童上下课的安全 因为在上星期的时候有接获我们藏新国小家长百姓说 在校外的人行道上有整个树根隆起的部分还有地砖脱落的部分 在当下他利用联署跟我联系 所以我立刻就联络我们七土区的张肯辉张议员 然后经过联系后不到两个小时 议员也就立刻回复我说 他这个星期也今天来办理会堪 所以说在基于我们市政府一直强调行人安全的部分 然后张议员也立刻做了很快的回应 然后我们也刚好利用今天这个时间来会堪 也希望说市政府在教育的部分 基于人行的安全部分能够尽快把这个坑坑洞洞的人行道 修补好然后让学生有个行人安全的部分 也非常感谢张议员这个行动力这么迅速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把校园周遭的环境 然后在儿童型的安全部分能够做更加妥善的改善 谢谢 基隆市议员张肯辉非常关心特地邀集 基隆市学生家长联盟理事长李静雄 厂新国小校长郑兆兵以及市政府公务处土木科长一起会堪 土木科也提出会堪后的做法 市府已经有预计要提案向内政部国体股管理署 争取四年四百亿的永续提振行人计划的部分 做一个人行环境的改善的部分 在提案核定前的过渡期的部分 现况到人行道破损的部分 那就由市府公务处这边先进堂来做一个修缮 而市议员张肯辉则是要求要尽快修缮改善 也会建议市长谢国良必要时动用第二预备金 尽快整理修缮人行道来维护学童的安全 当然我们要等到二月份的话 不知道报上季的时候 他又等到什么时候来下来 当然经过我们李会长刚才还有我们学校校长的怀孕 这个家长的怀孕都非常的激烈 那也希望这个人行步道的安全行人友善改善空间 是我们市长上任以后非常重视的一个工程项目 那耿慧在这边也是说 希望说是说在经位即可下的话 是不是建议我们市长为了这个安全起见的话 先动用他的第二预备金来支付 来马上利息改善 不然以免若是说发生意外事件的话 到时候市民可以告我们政府的话 国赔的事件又发生了 所以在这边我也诚恳的说 建议我们那个市长 是不是我能动用第二预备金 立即的来处理 来改善这边周遭的一些案件的行人步道 有上空间 会刊完后张耿辉也遇到市长谢国良 也当场向市长反映这件事 市长也非常重视 同意会要求公务处来进行改善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我们下期见到这边 去反映这边 我们下期见到市长 远不起 可以